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消息的保密防碟商 可是做到滴水不漏 中国两会在一起 北京加强安保消检会议的日程 而马化腾 这是现任的中国首富 每一次他参加的时候 他所提出的禁言 他的意见 都还会写在工作报告上 想不到马化腾 今年竟然用了一个 我们觉得比较瞎的理由 他说因为我身体不太好 所以缺席了今年两会 绝对不是那么单纯 不过我们现在讲两会 今年两会的维安做到 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甚至是铜墙铁壁 对 其实中国的一个两会 原来都是三月举行 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40年来第一次是延到了5月 而且它的时间 从过去的14天减少到8天 这一次对两会的 整个维安的一个程度 是超乎过去过去的 两会的一个程度 第一个记者跟所有的 与会人员完全是隔离的 因为疫情关系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封锁的 很多的文件都是明天才要公布的 今天你记者才看到 没有像以前全部通通给你 没有那一件事 那么与会人员也都不能 集体行动因为疫情的关系 而且据说也不开放外媒提问 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用两个疫情的关系 就可以让整个这个会里面 会担心集体行动 而且有一些上访的民众 是绝对不能到北京的 那这次有关的这一些 像武汉会员的一些 不管是确诊员人 还是说痊愈的人员 你确诊之后 痊愈以后还要签一个声明书 不可以到北京 然后确诊的家属 疑事 花骚 这些人员全部都完全被隔离 除了这个以外 还在渤海湾举行了 两个半月的军事演习 这是最引发各界关注的 就是渤海湾军演 外界认为渤海湾军演 是为了防重变 当然渤海湾因为距离北京最近 那为什么不在东海不在南海 这是选择渤海 当然有它的原因 另外这是有史以来 最长的演习两个半月 而且演习里面的 这个区域最大 兵员最多 军种最多 而且还有登岛登陆的一个演习 好 我问一下明杰 渤海湾军演这一次 为什么那么引发关注 第一个它管制海空域的时间 非常的长 长达两个半月 这在过去解放军的演习 两个半月 这个很少见 通常演习海空域 不太会管制那么久 第二个它很特殊 它管制的面积反又不大 它是一个扇形面积 大概就是差不多25公里 而且据说因为它非常靠近北京 对 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一次 军演是为了掩护它防震变 这一次事实上一开始有两个解读 第一个当然因为台湾也关注说 这个解放军在520之前 会不会有军演 但是它放在渤海湾 是比较形同他们的内涵 离台海很远 但是只是说时间点上面 当然跟520也是敏感的 所以中共媒体也有释放一些讯息 说这个军演事实上 还有刚刚谈到就是说 它是还包含两棲登陆演习 如果是两棲登陆演习 当然针对性对于台湾这种公岛演习 是比较敏感 所以这是一种解读 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中共的退降 很罕见的 像王鸿光这一些本来是鹰派的人 他反而替这一个演习 有不同的说法 还有讲到 像刚刚馨哥讲说 它是一个防卫北京 它是束手北京的一个防卫性的演习 跟台湾没有关系 但是有需要用军演来防卫北京吗 因为对 这样动作不会太大吗 这个相对是比较特殊 我们从军事角度来观察 过去来讲当然事实上今年 因为晚飞瘾疫情中间 本来北京内部的军事有一些动作 譬如说它有加大 它的防空部队的强化 有一些像红旗飞弹就进驻到北京 这过去比较少见 红旗飞弹进驻北京很少见 对 进驻北京 可以讲到红旗飞弹是 它是防空飞弹 换句话说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 台湾基本上不会去打中国 这个时间点它最担心的是什么 美军的空袭 所以它加强它北京的防空飞弹 这个防卫目标是美国 只是说你要束手北京 北部战区来讲 事实上也不需要说 到海上还画一个这种信航区 又进行相关的实弹 只是说因为刚好这时间点 跟两会的确是很接近 所以连中共的解放军的退降 自己都说这个演习 事实上是很单纯的 就是防卫北京的演习 好 竟然用军演来防卫北京 那你就知道习近平多怕政变了 对 很多人说这是烟幕弹 因为以北京为中心 内三层 外三层 这一次全部涵盖在里面 当然最主要是震慑的一个作用 你们如果心有意心的话 你要批息 你要重变的话 你只怕就怕死了 红旗飞弹放在北京 对 所以他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大家会把它当作是一个 这一次 而且他连接着北戴河会议 北戴河会议是很多的 中共的元老级 那时候会批息斗息 但是你想到 渤海湾那边在演习 你就怕到了 你就不敢讲话了 习近平 我们相信习近平此刻一定很担心 这次的两会变成倒席大会 或批息大会 特别是马化腾没去 马化腾没去到底是被没去 还是自己真的不想去 因为外界的解读是马化腾 最近他不管是他的言论 还是他的行动 都有 都有一些传言说 他是倒席部队的大将 有可能 而且是民间的一个大将 马化腾最近联合50个民营的 大企业的老总联名上书给习近平 第一个政治改革 第二个要释放任大炮 任志强 那这两个当好是触犯到龙岩 另外马化腾其实他在里面 常常在讲话 比如2015年 他说应该要实施物联网 而且列入工作的记录 那最近 他以前发言是会列入工作报告的 对 是相当重要的人为 代表他的发言的分量很够的 那最近郭文贵又爆料了 他说香港 他有一个神秘的一个会议 那个会议是叫做富豪的一个组织 那里面有多少人不知道 但是他们曾经在香港的山顶 开了一个会 那开了一个会有一段 非常传神的一个话 就马云就看到马化腾说 听说你的东西最近被抢了是不是 然后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只有任人宰割 然后马云又说 东西抢了以后会不会要我们的命 从这个你就知道 他们集会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东西被抢了 因为民营的组织国营化 把你的财产抢过来 国际民退 对 那另外里面 他说有两个很神秘的人物 这两个神秘的人物叫做上海帮 是上海帮派驻在香港的白手套 然后他们讲也说 如果不干倒习近平的话 我们早晚都会进监狱 那已经讲得这么白了 所以你就知道这一次 为什么马化腾身体不舒服 他没有办法与会的重大原因 他应该是被身体不舒服 他最好不要去 他去到时候开炮怎么办 所以我相信一定施压 叫他不要去参加 对 这代表说目前来讲 这一个两会 以及未来的别代河会议里面 真的是轰声鹤唳 而且对习近平来讲 寝食难安 习近平寝食难安 风声鹤唳 特别是在两会前风雨欲来的时刻 竟然美国又出招了 这对习近平而言 这个左边有疫情的问题 全世界都在对他就责 右边有内部的权斗 是不是有可能会有批息大会 想不到经济的困境 仍然让他真的很头痛 那就可以进行 顶火下来 耳朵 请勿告 绿子